高雄县的人五乡在上个月发生了一个飙车族杂修车场 而且把老板是打得头破血流 经过了半个月的追踪之后 警方就破获了一个名为开封会的组织 他们的名义上是从事庙会活动 可是实际上是吸收青少年来贩卖毒品 飙车商人还有暴力讨债 而且外出的时候还会穿开封会的制服 来了 三星半夜五六十名的飙车族包围修车场 手持木棍大锁杂车又杂电 行进非常嚣张 警方经过半个月追踪逮捕二十五人 他们都是开封会的组织成员 他们专门以贩卖 K他面给越南卖 还有这个讨债为市为犯罪终止 他们的帮众与保养场有这个修车纠纷 他就纠纵去打人砸电 这样是大概他们惯常的模式 不管是庙会的旗帜 衣服还有帽子上面通通绣上开封会的字样 这个开封会组织名义上从事庙会工作 实际上却奋毒 飙车商人暴力讨债 还燃指校园吸收青少年 连改装的枪械都威力惊人 这个散弹出去对于飙车族对飙车族的伤害来讲 就是对于其他飙车族就是全面性的这样射击 驾驶人看他不高兴 整批人就帅扑中去追打人 组织保守估计有六十人以上 带头的邱欣主席 每次叫说打人闹上警局就找手下顶罪 这次他因为跟修车厂纠纷又找人砸电 警方搜出改造枪支跟毒品 目前正扩大追查 要彻底瓦解这个不良组织 昨天就有季节恒高梦柳高雄报道